桌上一叠叠资料还有大量门号SIN卡 全都是收购集团 透过脸书等社群网站贴文打广告 用半门号换现金小额信贷等噱头 吸引民众申请月租型门号 收购后再转交诈骗集团当人头门号 本局电信侦查大队 主动分析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资料库 并透过与电信业者合作 发现民众常接到显示国内行动电话诈骗门号 来源却位于境外的第三地发话 该电话门号均属月租型4GWi-Fi通话 显然新的电信技术已遭诈骗集团滥用 故与北市行大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 并报警桃源地结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自109年5月至110年12月底 执行多颇扫荡溯源行动 顺利查获以祖贤范某为首的收购人头门号集团等 八名共犯 清查该集团已成功在台北市、新北市等处 收购电信门号超过700余门 多数流入诈骗集团的手中进行诈骗发话使用 尤其民众常接货的猜猜我是谁诈骗手法为大宗 清查国人因而遭诈骗之被害案件数 至少超过150余件 损失金额于新台币4000余万元 人头门号申办共犯至少超过80余人 刑事局电针大队调查发现 民众接到诈骗门号中 有不少显示是国内行动电话诈骗门号 来源却位于境外第三地发话 而这些门号均属月租行4GWiFi通话门号 显示新的电信技术已遭诈骗集团滥用 犯信主权认为贩售月租行人头门号有利可读 所以带信及王信犯贤等人组成收卡集团 大量利用脸书等社群网站等 张贴办门号换现金或小额信贷等贴文 在疫情期间吸引无固定工作或有欠款记录 无法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民众 以利用他们到电信门市申请月租行门号 并开通WiFi通话功能 再由台湾的共犯约定地点进行收购实体的信卡 并支付每个人头门号新台币1000元至1500元的不等报酬 再次转交诈骗集团使用 直到该门号遭警方通报停化之后的电信费用 欠费不但是由门号申请人吸收 申请人还可能面临帮助诈欺罪等刑事追溯 造成更多社会问题的出现 本局为消弭科技犯罪 足够扩大结合各电信业者等三方警政的力量 一起共组打击犯罪合作的框架 持续保护民众财产外 也借此特别呼吁 对于网路上收购人头的门号等来路不明的广告 亦因留意贩售门号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 如有接货电话、假冒亲友借款等情节 应该要立即向亲友查证 以避免遭到诈骗 或向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举报 提供情资给执法单位 扫荡不法 健全国人生活的环境 警方执行多拨扫荡溯源行动 查获犯难等八名嫌犯盗案 估计至少有150件诈骗案与这些门号有关 损失金额超过4000万元 人头门号申办共犯至少80人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